日本古著店龍頭2nd Street竟然不收勞力士? 2nd Street 1988 年在日本發職 靠賣二手貨年賺過億 主力做二手三買賣 但越賣越多 現在連名牌、正品、歌鞋、家電、樂器、露營用品都有 一個原則 麥專其用、保存它的價值 將用過的好物交到適貨之人手中 不過不是樣樣都收 勞力士、Omega 這些名牌 海外分店看都不看、售都不收 所以想放東西的賣家 記得上官網提清楚個list先啦 這間日本古著店大哥大 賣到殺出日本開分店 美國39間、台灣31間 馬來西亞21間、泰國2間 下年還強勢來香港 喜歡尋寶的你又福啦 人買夠東西他買夠東西 為何他可以賺到少? 贏就贏在他行得超前 一般二手店又小又雜亂 他就整好門市、店面闊落 分好類別 太二手三髮髒不想買 他就公開了他的神奇清潔技術 來貨太貴又怕買到死人衫 他就跟大眾收購、透明買賣、直場股價 貨源多了、成本低了 還贏了公信力 食住個世 食住復古愛好者的心 說是最前衛的古著店 他真是當之無愧 好快他就來香港和大家見面 期不期待、興不興奮呢? 你又會不會去尋寶? 留言告訴我們吧!